大家好,这是2018年冬季商学院毕业典礼 我是王一帆,我是大三的计算机学生 大家好,我叫薛岳,是爱华大学商学院就读于会计和数据分析的一名大三学生 谢谢格里森教授 大家下午好 我代表TP商学院和阿荷华大学,欢迎毕业的大四学生们 家庭成员,朋友,学院的教授员工 在这个美丽的Hunter礼堂举行我们的毕业典礼 我们所有人都为我们的大学,学院,尤其是我们今天的毕业生感到自豪 今天的毕业典礼是我们能够纪念和表彰毕业生们的成绩 我们聚在一起,庆祝这些学生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完成本课教育 今天许多情绪充斥着这个礼堂 对于我们的毕业生来说,这些情绪包括兴奋和期待,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忧虑 对于父母或配偶来说,这些情绪包括骄傲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我认为也可能包括对经济压力的缓解 在毕业典礼典礼继续开始之前,我想介绍一下今天为了纪念毕业生获得学位而到来的教师和邀请嘉宾们 我介绍您的时候,请站起来 会计系主任 管理学教授 金融教授 解出校友 Hillard and Associate 公系的首席执行官 会计系教授 爱荷华大学校长 地区董事会代表 管理学教授 本科金融系教授 管理科学讲师 市场营销学教授 经济学教授 经济学教授 创业中心讲师 中心讲师 计创业中心讲师 我们来认为 All of today's proceedings will be interpreted by Scotty Van Islingham It is now my pleasure to introduce our speaker George Hiller, President and CEO of Hiller & Associates In 1980, which probably doesn't seem very long ago to him George Hiller was in the place that you are today graduate He was graduati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owa with his BBA in marketing 我很荣幸地介绍我们的演讲嘉宾 Hiller & Associate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George Hiller先生 1980年George Hiller先生就在今天毕业于爱荷华大学 获得市场营销学士学位 在1982年获得爱荷华州工商管理学位硕士后 George Hiller先生开始了他在保洁公司 快速管理项目的职业生涯 从那时起,他在战略销售、营销和管理领域 取得了36年的成就 他的职业生涯包括为流体墨水包装公司 汽车回收公司和国内香料公司 担任销售和营销职务 他在百事可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已超过15年 其中包括负责在20个州和加拿大 开发新的商业机会 今天,您将了解到 为什么他创立了北美最大的饮料咨询公司 Hiller & Associates 该公司与一些最大的食品服务公司 以及新兴灵锁店合作 并成功谈判总价值超过35亿美元的合同 我相信,你会发现他的故事和给出的建议将很有趣 请和我一起欢迎George Heller先生 大家下午好 我很诚实地说 很荣幸成为一名爱好花校友 很感谢今天能邀请我来演讲 恭喜2018届毕业生们顺利毕业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Gardio主任邀请我来和你们分享一些35年以来的职业经历 在我正式开始之前 我想先告诉你一下我的职业背景 也是和我下面的演讲内容有关 我从来从来没有想过能够在爱荷华大学毕业典礼做开始的致辞 我职业生涯的最初两年开始于保洁公司 很诚实地讲这是一家很棒的公司 后面我来到了美国百事可乐公司 这和我曾经在保洁公司的经历完全相反 我爱这个行业 这个公司 这个文化 在后来我去到了汽车回收公司 听起来又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行业 5年后卖掉了这个公司 回到了德梅英 后面来到了流体墨水包装公司做独立的承包商 但是我又开始感到了厌倦和无聊 我接到了百事可乐的电话 问我是否愿意回去 我说了好 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 这或许是我整个人生 以及职业生涯中接到过最棒的电话 我找到了我真正的热情 我开始了参与公司在加拿大的拓展事业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然而9年后 公司决定重组 他们说想更贴近当下美国的形势 我觉得很好 我当时48岁 居住在德梅英 但是我并不打算搬去纽约 无论什么原因 这并不重要 18个月后 我包括其他950位重组员工来到了纽约 想象我当时的心情 我觉得我并不像在以前那样优秀了 我当时有一位9个月后即将上大学的女儿 两年后上大学的双猫胎 我回到家 我的妻子在哭 但我却在笑 我的妻子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笑呢 因为我深深地相信 当有一扇门关闭时 另外一扇将会打开 我坚信我可以将我在百事公司的经验和所学 应用在新的事业上 我很感激当时我被重组 如果不这样的话 我并不对自己有什么期待 这并不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天 这是最好的一天 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尤其当我和百事公司谈判的时候 十二年来我很自豪地说 我们不仅是北美最大的饮料咨询公司 并且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饮料咨询公司 我很开心和激动 所以说我有过十一次的失败 十一次的经验 哪怕你们只从其中的一次 学到了一点点 我也可以说这次演讲是成功的 第一 永远相信自己 如果你都不相信自己 别人又怎么会呢 第二 承认自己的长处 但同时保持谦逊 良好沟通 并且和别人有效合作 第三 从失败中学到经验 我认为 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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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 第四 第四 做一个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人 人们会注意到的 第五 合作 合作 做一个受到别人帮助便给予他人帮助的人 不要只接受别人的帮助 不给予他人帮助 第六 无论是在个人还是事业上 这真的很重要 我无法再强调更多它的重要性 这或许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后悔 因为我没有做好 这里有一些你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 做笔记 在开会时记下笔记 并随后发出记录邮件 到底承诺你即将要做什么事实 请做这件事 你即将要做什么事实 请做这件事 人们会注意到这一点的 你展示了你的专业性,你很重视它们 最后有自己的变法手写笔记 想想一下当你收到一本手写的笔记 第八,在合适的情况下,不要害怕交流 清楚地说明这对你为什么重要 不要害怕做这件事情 第九,对于很多学如何成功推销的你们 这很有用 第十 无论是在公司还是个人方面 事情永远不会像你想的那样美好 但也不会像你想的那样糟糕 庆祝成功 从失败中学习 并抛在脑后 作为老板 丈夫 父亲 祖父 平衡 平衡好自己的情绪 这很重要 正如我刚开始所说的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 我会被学学院邀请做毕业致辞 但如果你努力工作 智慧工作 智慧工作 感谢乔治先生 感谢您鼓舞人心的演讲 商业期待着TP毕业生的伟大成就 我们的毕业生 可以满足并超越这些期望 接下来我很荣幸 介绍今天的毕业生代表 Victoria Victoria来自爱荷华州 爱荷华市 毕业于市场营销管理 和新闻与大众传媒专业 在TP工作期间 Victoria参与了女性商业组织 和时尚营销组织 为Daily Hour写作 并协助校园内的几个营销活动 在她空学时间 积极参与艺术活动 在英格兰和河滨剧院等场所表演 毕业后 Victoria将继续为Not Suspicious Media工作 创建播客 并担任营销负责人 感谢副院长Brown 下午好 亲爱的同届毕业生 教师 家人和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自过去48个月以来 一直期盼的一天 或者 我这里的情况是76个月 因为我是一名本科7年级的学生 这是一段很长而且未知的路 但是如果我们停下脚步回想 我们会发现 我们其实是少数而幸运的 因为其实很多人 没有我们这样的条件看到这一天 在我在写这份演讲稿的时候 我本想像以前的演讲一样 传授知识 然后启发毕业生们 我甚至准备了几个笑话 但是我很快发现 我不是那种好笑的风格 相反 我决定分享TP商学院 都给予了我们什么 那就是第二个家庭 故事的起点 从我大学开学开始 我是Iowa City本地人 University of Iowa 从我一出生开始 就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我观看了数不清次的 返校节的游行 在橄榄球比赛日堵车 参加了大学赞助的活动 因此在我决定上大学时 我的目标之一是不去Iowa大学 我知道Iowa大学是个好大学 但是它对我来说并不特学 我想了一些不同的东西 我想离开这个城市 但是我的父母没有能力帮助我 支付大学的费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 获得奖学金 Luther College回应了这个需求 并给予我慷慨的奖学金 但那时的经历 并不是我所期待的 我经常感到孤独 并陷入财务压力之中 不久我才意识到 我无法留下来 我向Iowa申请转学 用我的一点钱支付申请费 我知道你一定在想 为什么回到一个 我渴望离开的社区 答案很简单 它具有经济意义 而且我也知道 这是个安全熟悉的选择 这些原因使它成为了 一个容易重新开始的地方 这些是我申请的原因 和我的许多同学一样 我在TP商学院的旅程 一直很愉快 充满了惊喜 但有时也使人苦恼 首先我开始时 并没有期待回去商学院 我那时候喜欢写作 并把目光投向了新闻学 然后我听了一次 Nancy Abram的营销学讲座 问任何TP学生 关于她的事情 他们都会说 Nancy Abram很有吸引力 很有启发性 她的演讲引发了我对商业的兴趣 尽管事实上 我已经是一名转学生了 而且讨厌数学 我对我自己说 再来一个学位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简单的决定 但对我来说 这是一项严肃的选择 当然在纸面上和现实中 我都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学生 像我的许多同学一样 我取得了好成绩 并找到了像 Women in Business这样的学生组织 但即使是最有成就的学生 也会遭遇困难 这会阻碍目标的实现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 我留在TP有多难 因为这肯定对我 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毕业生来说 也是如此 就这样看着我 你永远不会知道 我在Iowe的第一个学期没有钱 我那时候像是在用粮票吃饭 又是月光族 你永远不会意识到我干了三份兼职工作 又全职在学校上学 我曾经即使在冬天也骑自行车去校园 直到我的自行车被偷了 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每天只吃早饭 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曾经以为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我很容易说我自己成就了这一切 但这不是完整的故事 有人在我困难的时候帮了我 还有的朋友无常接送我上下学 从我来的那天起我就得到了支持 在这里教职工不断努力让学生感到受到关注 比如 如果你有信上Tom Walsh的营销管理课 他肯定会带班上的每个人来早餐吧 还有 有没有我的同届毕业生注意到 尽管我们的学术顾问改变了很多次 但是我们的下一个总是知道我们之前的学术目标 和每一次会议的每一个细节 虽然这些看起来并不特别 但他们是让TP产生影响的时刻 任何大学都可以提供教育 建议和提供社交渠道 但是让一个学生感觉自己是家庭的一部分 是很不一般的 在这里 走廊展览着TP毕业生的照片和他们的努力 在这里 教师知道你是否有兄弟姐妹 或者你是否是来自一个小镇 在这里 家族意识推动学生取得成功 而正是因为TP家族 我今天拿到了两个学位 而不是一个 像我的同学一样 我很难过 我在这里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TP就像是第二个家 一个可以安全地探索梦想的地方 我们都明白 离开任何家族是困难的 这种困难的一部分是处理这些变化 和事情的优先级 但是在大学的惊人之处 在于它让我们能在个人层面上成长 并衡量这种成长 这是一个评估你曾经是谁 你现在是谁 以及你有朝一日能成为谁的机会 因此 让我们接受下一个旅程 和可能遇到的挑战 即使是意味着像我几个月之前那样改变方向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如果我们感到了有点失落 我们总能回家 祝贺TP毕业生 祝你们好运 谢谢 谢谢Victoria 在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认可那些 以优异成绩和学术成绩毕业的学生 TP商学院授予最高荣誉学位 其中毕业班最高2%的学生 获得最高荣誉 接下来最高3%的学生 获得高等荣誉 而下一个最高5%的学生 获得优异 左秀上的新色星星有指定区别 三颗星表示具有最高荣誉的毕业生 两颗星代表高等荣誉的毕业生 一颗星代表优异毕业生 当我叫到每一组学生时 请准备接受认可 请关注们鼓掌 直到所有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学生 都被认可 那些以最高荣誉毕业的学生 请站起来 那些以高等荣誉成绩毕业的学生 请站起来 请和我一起祝贺这些学生 在毕业生的介绍期间 他们也将被认可 那些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学生 Beta Gamma Sigma的会员资格 是商学院学生可以获得的最高认可 要获得会员资格 学生的个人学术排名 必须将其列入初级班的10%以上 或者高级班的10% 作为Beta Gamma Sigma成员毕业的学生 穿着的衣服也有所不同 作为Beta Gamma Sigma成员的毕业生 请站起来 恭喜 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即将毕业于TP商学院的 荣誉计划的学生们 与优秀学生提供机会 进行独立的商业研究 并与一名或多名教师密切合作 每名荣誉毕业的学生 都保持了3.5的平均成绩 并撰写了与他们的学术兴趣 或专业相关的论文 荣誉毕业生们的穿着也有所不同 并在毕业生的介绍期间中得到认可 所有工商管理学士候选人 请起立 Herald 这些候选人已经完成了学位的所有要求 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并由TP商学院的教师推荐给您 以授予学位 根据TP商学院教师的建议 以及爱荷华州董事会授予我的权利 我授予你们每个人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毕业生请坐 本科项目副院长兼管理与组织教授 Ken Brown 现在将逐一认可毕业生 请各位开始带领毕业生前进 以获得认可 谢谢大家 美学机爱荷华大学评估办公室面向所有递交毕业申请的本科生开展问卷调查 充满意度和参与度两大方面 了解和分析学生的在校体验 近几年数据显示 国际生在校园满意度和参与度持平或高于同届毕业的美国学生 除了回答定量性问题 毕业生还有机会自由分享经验体会 以及对校方的建议 以下为部分国际学生在问卷调查中留下的感言 这座中西部的小城很美国化也很国际化 我有机会探索多种文化和身份 并对自己有更深刻的认识 爱荷华大学帮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爱荷华大学赋予我全新的世界观 我结交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 并获得了很多在国内无法体验到的经历 我从学业和生活两方面学到很多 出国留学是我人生最棒的选择之一 我非常荣幸成为一名浩凯 我非常荣幸成的 Vicoria Lynn Vaughan Colcana Arroyo Casa Cooley Tamdan Alabdabi Murphy Kimmelin Hannah Stewart The highest distinction Stephanie Hutchins 全美最佳大学城排名爱荷华城,荣登榜首 根据reviews.org推出的全美最佳大学排名 爱荷华大学所在地,爱荷华城, Iowa City,位列榜首 该排名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和劳工统计局 综合考量生活成本,学生就业,城市交通,休闲娱乐,人口素质五大因素 Michael Peterson Briana Voss Annah Chuhart Michael Czizik with high distinction Austin Rurope with distinction Timothy Robert Franken Kate Cooper Andrew Paul Ben Salvador Jake Payton Nathan Luna Mitchell Smith Christopher Lapham Cassidy Miller Rachel Walter Stephanie Moore Madison Meeker Drew Minder Paul McFadden 爱荷华大学为学生提供课业辅导资源 进入十月 爱荷华大学校园内学习气氛日益浓厚 各类考试接踵而来 如果大家在完成作业或备考时遇到困难或疑惑 请及时安排时间和收客老师或教师TA见面 大家可以按照教师公布的作班时间 office hour直接到他们的办公室或发邮件预约面谈时间 除了课程老师和教学助理TA 爱荷华大学还有很多资源提供给学生帮助他们提升学业 比如免费的课外辅导 住在学校宿舍的同学还可以利用宿舍内的免费数学和化学辅导服务 学业资源中心Academic Resource Center每周在IMU提供近20门课程的辅导授课业务 此外一些学院的专业也设有相关的课后辅导 比如数学系和工程学院等 需要提升写作和演讲能力的同学 可以到学校写作中心Reading Center和演讲中心Speaking Center 接受一对一辅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Garrod Kowalski and with honors in finance John McDonahue Jihun Park Jihun Zhang 爱荷华大学入选全美最安全校园 Your Local Security网站最近公布美国最安全的25所大学校园 爱荷华大学名列第十位 该项排名包含以下考栏因素 美国教育部每年要求高校提供校园安全数据 美国联邦调查局年度犯罪报告 大学校园规模 大学类型 校园位置 犯罪类型 罪犯数据可用性 爱荷华大学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全校师生安全 校园各处设有24小时报警电话 学生在受到紧急情况时只需按键便能与警察通话 并点亮蓝色报警灯 每天晚上10点到4日凌晨5点 学校警察运营夜间中巴 把有需要的同学免费从学校运回住处 在校外出行时 学生可以提供学校提供的追踪APP 提供目的地预计到达时间等 并指派安全专员追踪自己的行程 若APP使用者未及时到达表明的目的地 安全专员将通过APP获得的GPS定位信息 确保使用者的安全 爱华大学预警系统HawkAlert 快速有效通过电话短信邮件和网站等渠道 向师生提供犯罪安全隐患 以及自然人为灾害的及时信息 学校设有威胁评测组 致力在早期鉴定引导和遏制各类可能伤害 自我或他人的行为 此外校方还提供引久安全 性侵预防术 急救术 旁观者介入等安全培训项目 展국师 uncovered 有猪罩 saved 愉讯 江崇 祂 海 相 Kyle Gerling Judson Ott Tyler Blackburn Celine Quixin-Long Zachary Grasso Max McKeever Kristian Hicks Matthew Hansen Brent Swanson Adam Jensen Tengwon Suan Iran Dong Tai Ying Jun Zing Ying Li Nicole Russo 艾霍华大学学生幸福指数 位居全国第九 根据普林斯顿评论出版的382所最佳大学一书 艾霍华大学学生幸福指数位居全国第九 本书的数据来源于一份涵盖四个领域80项问题的调查问卷 共有来自382所大学的13.7万学生参与 艾霍华大学校园内有许多正能量的新生事物 比如心理咨询诊所从一个边到五个 学校社团和校方共同关注学校师生健康心理等 对学生幸福感的寄生起到正面作用 艾霍华大学学生生活委员会主任 表示 学校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倾听学生的体验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校的满意度 并积极推出应对措施 让学生感到自如幸福以及强烈的归属感 также切成长的程度 除 scoot隔绘 看 jeśli时间通知了 请永远 解开晋 拍手 ted kaki gao suming dong mick baker dame murty 爱荷华大学商学院本科项目 致力于帮助学生为将来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发展做好充足的准备 商学院本科项目提供六门主修专业 一门商业辅修管理 以及三门资格证书 商学院毕业生就业范围遍布全球 并有机会在多个领域进行研究生生造 商学院本科项目得益于爱荷华大学在基础文理学科的传统优势 商学院学生能掌握符合当今职场要求的语言沟通 数理逻辑等技能 以及基础和细化的商业知识 以下六门专业提供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会计、商业分析与信息系统、金融、管理、市场营销 商业资格证书面向所有专业的学生开放 通常与一门主专业同修 创业管理、国际贸易、风险管理与保险 阿荷华大学同时为非商科专业的本科学生提供商业管理辅修机会 毕童谣言 With honors in finance, with highest distinction. Mason Beasley. Allison Port. Michelle Miller. James Hughes. Mary Martins. Megan McHale. Christina D'Agresico. Molly Hentes. Blake Wilson. 阿荷华大学商学院凭借强劲的院系设置,学生质量,师资水平,员工团队,文明海内外,根据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排名,阿荷华大学商科本科项目在全美公立大学中列前25名,学院各专业在全美学术和研究排名中均名列前茅。 各专专业的学生专注于核心学术训练,但也可以攻读交叉学科的资格证书和辅修,或者在其他学院学习第二专业。 学生在追求学术的同时,也有大量机会培养领导力,并且参加实习,自主学习和出国游学等。 为了帮助大一新生更有效地开展学习,商学院开设直接招生项目,该项目在课堂内外提供一系列活动强化学生发展,如新生学术研讨会,以商科为主题的宿舍读学项目,为同专业的人提供互相影响,互相进步的机会。 被商学院直接录取的学生可以申请新生奖学金,额度为1500美金至3000美金不等。 每一年,大约20%的新生有意向就读商科,申请工商管理学士项目的人数为2000左右。 剥岁仪式,是代表每个学生从学位候选人到毕业生的传统仪式。 现在,请你们每个人都从右到左拨动帽子的流速,来标记你们人生的新阶段。 我们不能够比较高兴。 每一位 每一位 一位 都每一位 每一位 都各自一位 每一位 今天有瓶 本身的一位 都可以做出了 今天 明显 大家有专门的一位 每一位 都可以做出了 每一位 都可以做出了 这一位 都可以做出了 每一位 都可以做出了一位 在这一位 中一位 都可以做出了 在这一段时间,你发现很多挑战, 你发现很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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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也认为你所愿意做的 to help these graduates accomplish their goals. Your guidance, understanding, compassion, your faith in their abilities, and your love and support have been critical to their success. For what you have done to help these graduates, we thank you. 今天的毕业生,我想和你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当你今天毕业时,你的思绪充满了图像、记忆和情感。 然而,当你离开TP学院时, 请带上阿荷华大学提供的所有强大的知识。 首先是骄傲。 你已经获得美国一流大学的学位。 当你进入工作场所时, 你会发现你在阿荷华州所学到的东西, 甚至可能超过其他人在其他地方所学到的知识。 第二是强烈的职业道德。 努力工作是无可替代的。 Thomas Jefferson说, 我发现我越努力工作, 我就越幸运。 TP学生因为他们愿意努力工作, 愿意迎接挑战, 以及克服逆境的能力而为您。 作为TP学生, 你每天都展示了这种职业道德。 作为毕业生, 当你进入下一阶段的生活时, 要带着这种职业道德, 它会很好地为你服务。 第三是同情心。 当你刚刚开始你的职业生涯时, 最终你将达到目的。 当你的职业旅程结束时, 请记住真正重要的是你培养的关系, 接触的人, 以及你所影响的生活。 同样, 要感激并记住那些帮助过你, 影响过你, 并为你的成功发挥作用的人。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 您将会非常怀念您在TP学院的时光, 并像您之前的校友那样, 慷慨地支持这个学校。 我们为TP学院2018年的毕业生感到自豪。 除了在学术上有才华之外, 你还表现出领导力, 社区精神和全球意识。 你确实准备好成为世界上成功的公民。 请多不休息, 请多不休息一会! 请多不休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